Naming Alkenes and Other Functional Group 這個是我們今堂的課題 上一堂我們講了怎樣去Name 基本的Alken的Naming 我們今堂會講一下Alken 和其他Functional Group 我們怎樣去Name它 我們先看看Alken Alken應該相對來說就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它跟Alken是極之類似 不過它的Functional Group 是一個C double bond C carbon carbon double bond的一個情況 如果我真的有一個這樣的Alken的話 我應該怎樣去明明呢? 譬如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CH3CH double bond CH CH3 這個東西我應該怎樣去明明呢? 我們跟回我們的Rule No.1 Rule No.1就是一定要由Longest Chain 然後開始去Name的 OK? 那我們就數一下這個有多少個Carbon呢? 那麼很快你就已經數到了 1 2 3 4 4個Carbon還記不記得是什麼呢? 沒錯了 是Build OK? 好了 跟著我們就知道了 它在中間的位置有一個Double Bond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去明明這個Double Bond的位置呢? 那麼我們就會在英文字母中間 OK? 會用數字去代表著 OK? 最後我們就會用Functional Group作結尾 Alken的Functional Group作結尾 所以這個Compound應該就是有兩個部分 Prefix 表出四個Carbon In就代表著它是Functional Group 問題就是中間應該怎樣擺呢? 好了 我們要明明它的數字 應該明明2還是3呢? 沒錯了 我們會用一個小一點的數字去表達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叫這個做Build To In 欸? 如果你這樣寫呢 就還未適合的喔 怎樣可以再進一步寫適合它呢? 沒錯了 英文字母和數字的中間 需要加上hyphen 那所以這個Compound呢 我們就會叫它做Build To In Build To In OK? 好了 Build To In 這一個這樣的東西 應該很容易理解啦 那我們試試看下 如果再多一點點 那會怎樣呢? 譬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CH3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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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它的位置改變了喔 那這個Double Bond的位置 由2號位改變了啦 這次呢 看上去好像去了4號位 好了 但是如果我倒轉一個方向去數 1 2 3 4 OK 這個是4號位的話 倒轉一個方向就是1 2 3 4 那我會選它1還是4呢? 沒錯啦 那我們也會選1號位呢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會 name 它做Build To In 1 1 1 OK OK 那L Keine的branches Naming的方法就跟L Keine相類似 那所以呢 這裡就不重複 那我們試試看下另一個Functional Group 另一個Functional Group 另一個Functional Group呢 我們叫Alcohol Alcohol的Functional Group 上次呢 簡介過 是一個Carbon 跟著有一個OH的 OK 譬如說 一個CH3CH2CH2OH 好了 這個Compound 應該怎樣 name 它呢? 一樣啦 我們先數一下Longest Chain of Carbon 好了 這裡 一共有三角 那所以呢 我們會叫它做 Pro Pain 因為你看到 每一個Carbon都是Single bond的 OK 那跟著 OH 那放在哪個位置呢? 我數1 2 3 還是數 右邊 黏著OH 這邊去數 1 2 3 沒錯啦 當然都會由右邊 選一個小一點的數字啦 那所以呢 這個 是一個Propane 1 OK 好了 最後啦 這個 這樣的 Compound 它最後 是一個OH Group來的 是Alcohol 那我們怎樣表達呢? 我們就會用 OL去代表 O OK 所以這個Compound 我們叫Propane 1O Propane 1O OK 最後啦 我們會說多一個Functional Group的 這個Functional Group呢 我們 還有兩個才對 說錯了 OK 那我們會說多兩個Functional Group的 第一 我們會說一下 我們會說多一個 OK 我們會說Carboxylic Exit Carboxylic Exit Carboxylic Exit 它比較特別的 這個Carboxylic 旁邊呢 是圍住了 COOH 這個Functional Group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 Axidic Group 這個Axidic Group呢 因為它的 Property 非常之劇烈 所以我們通常 通常Name它的時候 都會由它開始的 所以如果我們 有一個這樣的Compound CH3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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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H 這樣假設一下 OK 我們怎樣Name它呢 我們會由這個COOH 裡面的Carbon 開始數起 要數這個 1 2 3 4 所以我們就會叫這個 做 Builds 四個 Builds 每一個Carbon 都是Single Born 所以呢 是Building OK 跟著 COOH 這個Axidic Group呢 我們會用 Oic Oic Building Noic Axid OK 用Oic Axid OK Axid去表達 所以呢 這個這樣的東西 就會叫做 Building Noic Building Noic Axid 好了 我們嘗試理解 多一個 如果 錄完這個Video之前 我們會再理解 多一個 如果我按 不幸運 這個東西上面 有 一些Branch 上去的 假設有個這樣的Compact 那我們應該怎樣Name它呢 好了 跟之前一樣 怎樣都是數Longest Chain 所以我們數Longest Chain 1 2 3 4 或者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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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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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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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8 9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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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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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1 9 10 10 0